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鼎白宫的优势 这是一场没有人能预料的竞选 发生在百年已遇的大流行病期间 和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之时 经过近50年的公职生涯 以及一生的总统报复之后 乔拜登终于夺得了白宫之位 对手是一位既不符合传统 也不遵循先例的在任总统 但在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时 他和团队找到了方法 避开政治障碍 并取得胜利 尽管从目前来看 所赢得的选举人票数 比规定票数高出不多 但预计他在全美所获得的选民票数 将比特朗普多出数百万张 拜登 是一位来自特拉华州的汽车销售员的儿子 能问鼎白宫赢得大选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拜登赢得总统职位的最大原因是一些完全不受他控制的事情 新冠病毒大流行 在美国除了夺走23万多人的生命外 还在2020年改变了美国的生活和政治 而在大选竞选的最后几天 特朗普本人似乎也承认了这一点 上周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集会上 特朗普说 假新闻方面 一切除了新冠 还是新冠 而正是在威斯康星州 最近几天 新冠感染病例激增 然而 媒体对新冠的关注 是公众对疫情担心的的一种体现 而不是造成公众担心疫情的原因 但这转化为对总统处理新冠疫情的不利民调 皮尤民调公司上个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公众对二者处理疫情的信心 拜登比特朗普领先17个百分点 疫情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 使特朗普无法在竞选中 主打他所喜欢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主题 这也凸显了许多美国人 对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担忧 缺乏重点 质疑科学 大小政策处理不够严谨 党派利益优先 这场大意对特朗普的支持率 造成很大的冲击 根据盖洛普的数据 特朗普的支持率 在夏季一度跌至38% 而拜登竞选团队 很好利用了这一点 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中 因口不责言惹祸上身而闻名 1987年 他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 就因说坏不检点 被迫放弃竞选 2007年 再次冲刺总统宝座 他的这一毛病 又让他失去机会 在这第三次竞选总统的过程中 拜登仍有言语上的失误 但这些失误并不频繁 也未造成长期的影响 当然 还有部分原因是 特朗普总统本人 不断给新闻提供了素材 还有更大的全国性的头条新闻 新冠病毒疫情 乔治福洛伊德死亡后的抗议 以及经济受挫等等 但拜登团队协调配合的竞选策略 即限制他的曝光率 在竞选活动中维持一定的节奏 并尽量减少他因其劳或粗心大意 而出问题的机会 等等这些也是相当奏效的 也许在正常的选举中 当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担心 因接触病毒受到感染时 这种策略会适得其反 也许那样 特朗普嘲笑拜登躲躲藏藏的玩笑 就会使拜登损失惨重 拜登竞选尽可能低调 让特朗普说多错多 最终这样的策略得到了回报 在选举日前一周 拜登竞选团队 推出了最后一则电视广告 广告中的信息 与他去年竞选启动仪式 和8月接受提名时的演讲非常相似 他说 这次选举是一场美国灵魂之战 也是全国人民的一次机会 走出过去四年的分裂和混乱 然而 在这一口号之下 是一个简单的计算 拜登把自己的政治命运 压在了这样的论点上 特朗普太过分化 太过煽动 而美国人民想要的是更平静 更稳定的领导层 法国人迪埃里亚当斯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生活了18年 上周在总统选举中 第一次投了票 说特朗普这个人的态度把我折腾的筋疲力尽 民主党人成功把这次选举变成对特朗普的公投 而不是要在两位候选人之间做选择 拜登传出的获胜信息很简单 他不是特朗普 民主党人常说的一句话是 拜登胜选意味着美国人可以有几个星期 不必想政治 这本是一句玩笑话 但却像真理一样有内涵 在竞选民主党候选人期间 拜登的竞争来自他的左翼 方德斯和沃伦的竞选活动资金充足 组织严密 吸引了如摇滚演奏会议般的大量观众 尽管有来自自由派的压力 拜登还是坚持中间派的策略 拒绝支持由政府管理全民医疗 免费大学教育或财富税 这使他在大选竞选期间 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温和派和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 这一策略体现在拜登选择卡马拉哈里斯 作为竞选搭档 他本可以选择得到党内更多左翼支持的搭档 拜登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 向桑德斯和沃伦靠拢 也许是计算出了吸引年轻选民的好处 因为对这些年轻选民来说 环境和气候问题更为重要优先 他因此值得冒险失去 在摇摆州内能源业选民的支持 环保活动组织日出运动的联合创始人 瓦西尼普拉凯什表示 我们过去一直批评副总统拜登的计划和承诺 这不是什么秘密 拜登对其中的许多批评做出了回应 大幅提高投资规模 并加快投资 补充他如何实现环境正义 和创造良好工会工作的细节 并承诺立即采取行动 今年早些时候 拜登的竞选资金所剩无几 他在参加大选竞选时 与特朗普相比 明显处于劣势 而特朗普在整个总统任期内 几乎都在积累竞选资金 数额接近10亿美元 然而 从4月开始 拜登竞选活动 转变为一个筹款运动 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因为挥霍 使得拜登竞选活动 最终的财务状况 比特朗普强得多 10月初 拜登竞选团队手头的现金 比特朗普阵营 多出1.44亿美元 使其能够在几乎所有 关键战场周的电视广告洪流中 将对手共和党人淹没 当然 钱不是万能的 4年前 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 在资金方面 比特朗普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 但在2020年 当面对面的竞选活动 受到新冠病毒限制 全国各地的美国人 在家中消费媒体的时间大大增加时 拜登的现金优势是 他能够走进选民 并将自己的信息推送到最后 这让他得以扩大选举版图 将资金投入到曾经看似胜选无望的德克萨斯州 佐治亚州 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等关键地区 这些投入大多没有回报 但他让特朗普处于防守状态 扭转了曾经保守的亚利桑那州的选情 并在佐治亚州保持高度竞选势头 金钱给了一场竞选活动 各种可能性和主动权 而拜登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拜登迅速采取行动为接管政府做准备 拜登将在漫长而有争议的美国总统选举中 预计战胜共和党总统特朗普 但拜登在周日迅速采取行动 开始准备在1月20日就职时接管美国政府 并扭转特朗普的一些关键政策 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 当选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为他们的政府过度推出了一个网站 称他们将立即关注新冠病毒大流行 因大流行导致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衰退 气候变化和系统性种族主义 他们宣称 我们准备在第一天就发挥领导作用 确保拜登到哈里斯政府能够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 保护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健康 重拾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 促进种族平等 以及对抗气候危机 我们作为一个美国站在一起 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强大 助手们说 拜登上任后的第一天 就计划让美国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 并扭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 拜登计划废除禁止一些穆斯林 占多数国家几乎所有旅行的禁令 并恢复允许小时候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 通常被称为追梦者 留在美国的计划 拜登在竞选期间还表示 他计划重新加入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美国的权力交接 往往能带来迅速的政策转变 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交接 可能是美国近代政治史上最不和谐的一次 拜登的一位助手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我们将继续为即将上任的拜登 到哈里斯政府奠定基础 以成功恢复对我们制度的信心和信任 并领导联邦政府 在入主白宫的四年时间里 特朗普常常乐于推翻政治准则 他试图在2020年竞选后 赢得第二个四年白宫任期的努力 也不例外 他拒绝认输或致电拜登 特朗普通过诉讼对结果提出争议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 拜登以微弱优势赢得全部选举人票的几个州 存在计票违规 这将扭转选举结果 让他连任 特朗普竞选团队从9日开始将向法院提起多起诉讼 尽管在上周二投票过程中 或此后数天的计票过程中 几乎没有关于违规行为的报道 但几个州的计票工作仍在进行 尽管几乎全国50个州的结果都没有悬念 在美国538张选举人票中 超过半数的270张选举人票 而不是全国普选票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即使拜登目前在全国普选票上 拥有400万票的优势 拜登在周六跨过了超半数的 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积累了微弱的 但具有决定性的普选票领先 赢得了该州20张选举人票 在那时 包括特朗普最爱的福克斯新闻在内的 所有主要电视新闻机构 和主要报纸都宣布拜登获胜 特朗普对这一结果进行了抨击 同时周六在推特上称赞自己说 7100万张合法选票 是在任总统 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特朗普8日连续第二天打高尔夫 同时 转推支持者对于选举舞弊的指控 比如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 我们相信这些人是小偷 大城市团体是腐败的 这是一场偷来的选举 推特称 经理其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 具有争议 特朗普在华盛顿郊外 维吉尼亚州自家的高尔夫球场 受到一些人的欢迎 其中包括两个 举着特朗普2020标语的人 7日 在美国各个民主党战主导地位的大城市 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 庆祝特朗普败选 包括在华盛顿的白宫外 一些人高喊 你被解雇了 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战胜民主党人 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前 他在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的招牌台词 领导两党策划1月20日就职典礼的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布伦特说 显示拜登为总统选举获胜者的选票 预测在未来几天内似乎不太可能改变 但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节目本周说 对共和党人来说 再等一段时间 让州选举官员统计出正式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在拜登以微弱优势领先的南部 佐治亚州 进行重新计票 是合理的 而拜登和哈里斯在脸书 推特和Instagram上推出了账号 使用的账号名是Transition46 意思是拜登将成为该国244年历史上的第46任总统 在拜登到哈里斯的网站重建美好上 拜登说 我们将在我担任总统的第一天就采取行动 让新冠疫情得到控制 我们将采取行动 通过我的经济计划 最终在这个国家奖励工作 而不是财富 我们将采取行动 恢复对民主的信心和对彼此的信任 我们将再次成为一个国家 在上帝之下 不可分割 一个团结的国家 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一个被愈合的国家 拜登在他批判性的竞选活动中 经常抨击特朗普对流行病的处理 根据约翰斯或普京斯大学的数据 美国的死亡人数 上升到世界超前的23.7万人 这位当选总统计划 在9日宣布成立一个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 制定他上任后 遏制感染的计划 并频繁呼吁美国人戴口罩 正如卫生专家坚决要求的 拜登到哈里斯过渡期网站列出了 针对新冠病毒的七点计划 包括对所有美国人进行定期 可靠免费的检测 一旦有了治疗方法和疫苗 就要有效公平的分配治疗和疫苗 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出强制口罩令 许多人对此反对 认为是对他们个人自由的侵犯 该网站写道 美国人民应该对新冠病毒 爆发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 和经济危机 做出紧急 有力和专业的反应 网站还写明 将解决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改革问题 与国会合作 在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要求全国范围内禁止锁喉 停止向警察部队转让军用武器 建立武器使用示范标准 并成立全国警察监督委员会 拜登到哈里斯网站还说 我们国家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要处理我们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 不平等问题 还要处理背弃这个国家承诺的问题 对很多人而言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不认输 特朗普预计提出多项诉讼挑战大选结果 美国2020年 总统大选候选人 现任总统特朗普 预计在未来几天内 再提出多项法律诉讼 挑战上星期二大选的结果 不过人们一般认为 这些诉讼 不太可能扭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前副总统拜登胜选的局面 美国新闻媒体7日根据最新的点票结果宣布 拜登战胜特朗普 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 不过 截止9日早上 特朗普还没有承认自己败选 相反 他继续声称 在拜登以微弱优势胜选的几个关键州 存在选举和点票作业违规 他称这些违规行为 如果得到纠正 会扭转拜登 目前被认定胜选的局面 而他也能因此赢得另一个四年任期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在过去一周内 已经提出了多项法律诉讼 指称一些州的选举 和过去几天的点票作业违规 但是 这些诉讼中的大多数 要么被法官驳回 要么仍然在等待法院采取行动 为了迅速和高强度 再次发起司法公示 特朗普预计这个星期再提出多项新的诉讼 并可能在未来几天内 以竞选集会的方式 叙述他所说的选举舞弊的证据 通过直接争取民众的支持 来增加对法院的压力 此外 他的竞选团队 启动了选举保卫战基金专项捐款活动 为全力推进相关法律诉讼筹备所需的经费 特朗普团队预计将提出的一项指控是 一些选民以已经辞世的亲人的名义投了票 称涉及的选票 光是在宾夕法尼亚州 就多达二万一千张 另一项诉讼是 许多共和党选举观察员不能接近点票工作区 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监督 特朗普的律师朱利安尼 八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 到这个星期结束时 特朗普竞选团队可能会提出多达十项诉讼 律师们会在九日举行记者会 为新提出的诉讼案做出说明 新闻媒体和观察人士一般认为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 并没有出现范围广泛的选举舞弊现象 一些个别的案例 即使被法院裁定属实 也无法让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等关键州的得票率 反超拜登 从而改变拜登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的结果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迄今为止 也没有宣布 在这次大选中 发现有范围广泛的选举舞弊问题 第四个新闻事件 是拜登时代来临 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祝贺 中俄谨慎回应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包括英 德 法在内的盟友国家领导人纷纷积极回应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发推文祝贺 北京方面目前表态谨慎 谨称 将按照国际惯例办理 克里姆林宫方面则表示 俄总统普京将等待美国大选官方结果公布后 对胜者表示祝贺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推特发文恭贺 表示期待与他合作 又指如果要战胜当前的种种挑战 德国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友谊是不可或缺的 在9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 默克尔再次对拜登当选表示 忠心祝贺 他称赞拜登了解德国和欧洲 并表示自己过去曾经与之有过愉快的交流 默克尔同时也祝贺哈里斯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称赞其当选所带来的激励作用 默克尔在9日的讲话中 也盛赞两国关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并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我们必须珍视的宝贵财富 他表示 希望欧盟和美国能够继续肩并肩 应对时代的挑战 包括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 英国首相约翰逊 恭贺拜登当选总统 以及其副手贺锦丽的历史性成就 约翰逊形容美国是英国的最重要盟友 他期待双方在多个共同优先领域上密切合作 包括气候变化主贸易和安全问题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 美加是亲密的朋友主伙伴和盟友 在世界舞台上有独一无二的关系 期待与美国新政府合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法国与美国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克服当今的挑战 让我们一起努力 拜登是爱尔兰裔移民后代 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 拜登是爱尔兰的真正朋友 期待与拜登合作 也欢迎他回家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 澳美同盟是深刻而持久的 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 他期待与拜登合作 共同面对世界上的诸多挑战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 将继续在多方面与美国合作 并提到拜登在竞选活动中 表明在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 我们有共同利益 亚洲方面 印度总埋莫迪 特别祝贺有印度血统的贺锦丽的破天荒成就 有信心印美关系将更强大 日本首相菅义伟祝贺拜登 表示期待与对方合作 继续强化日美同盟 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主自由和繁荣 南韩总统文在寅指 韩美联盟坚如磐石 非常期待为共同价值而合作 她又在推特贴文引用美韩联合司令部口号 共同前进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推特上转发 今年1月11日拜登恭贺 她当选的帖文 表示这次轮到我恭贺拜登及贺锦丽当选 她指出 双方关系建立在强健的价值观上 期待共同合作 深化双方的友谊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截止记者发稿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尚未对拜登宣布 胜选予以公开表态 11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 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 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 关于中方表态的问题 我们将按照国际惯例办理 关于中美关系 汪文斌表示 我们历来主张中美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对话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管控分歧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拓展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俄方希望能与下一任美国总统建立对话 并找到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等待美国大选的官方结果 并将在结果得出后 祝贺获胜者 而中国官媒9日表示 两国关系将更有预测性 并且可以从贸易开始 《环球时报》表示 美国不太可能在新疆和香港等问题上 放松对中国的压力 甚至会变本加厉 但同时表示 北京应该努力与拜登团队 进行尽可能充分的沟通 该报称 特朗普政府刻意制造中美关系紧张 尤其是在采取向中国施压的竞选策略后 导致美中政策出现泡沫因素 报道中说 我们认为挤掉这些泡沫是有可为的 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可控符合 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国日报》也表示 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不会突然逆转 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显然可以从贸易开始 重启贸易谈判 对于恢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理解和信任 至关重要 报道中提到 贸易是连接双方的最后一条线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 都没有贸然取消他们谈判达成的来之不易的第一阶段协议 《环球时报》最后说道 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挑战最根本的方法 是要不断壮大自我 我们要成为美国压不垮 搞不乱的强大存在 让对华开展合作成为美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